现如今有很多的女人 她们在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时 就会流露出最真实的一面 并且她们不达目的事不罢休 像这样的女人 长期身边缺少男人关爱的时候 她们就会变得如鸡刺客 并且内心的欲望非常的强烈 像这样的女人并不是一般的男人 所能够驾驭住的 同时当女人真正发现自己目标的时候 她们就会给予男人几个暗示 并且想让男人趁早对自己出击 这样就会让她们如愿以偿 一 把自己打扮得很性感 当一个女人想要男人泡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每次当她见男人的时候 都会给自己化上一个美美的妆 然后穿上一身性感的衣服 走到男人面前 她觉得只要通过自己的美貌 绝对能够让男人心甘情愿的 和自己发生关系 像这样的女人 她们心机很重 但一切都是为了太爱一个人 所以这个时候 男人一定别再傻傻的错过了 这个时候 只要你主动一点 今后 绝对会生活得很充实 并且像这样的女人 她们总是能够给男人带来不一样的新鲜感 所以男人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千万不要让自己今后留下任何遗憾 二 异性朋友很多 一般当一个女人想让男人泡自己的时候 她就会主动一点 并且在她的身边 从来都不缺少男性朋友 她总是会把自己的欲望心 嫁接到异性朋友身上 久而久之 她们两个人就会产生火花 然后发生性关系 同时像这样的女人 她们即使在婚后 也不会对待感情忠心耿耿 每当男人外出的时候 她们因为长期得不到关爱 内心感觉到如鸡是渴 于是就会把魔爪伸向 外进那些男人身上 所以像这样的女人 注定她们一生都不会得到幸福 同时也不是一般男人 所能够驾驭住的 三 对男人来者不惧 当一个女人想要男人泡自己的时候 她就会对男人来者不惧 从来不会关心对方的年纪有多大 同时像这样的女人 她们眼里只有钱 觉得只要把男人伺候到位 男人就会把钱拿出来 全部都花在她的身上 像这样的女人 她们心中根本就没有爱情可言 因为她们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 不可能试着去为任何人改变 即使有一天 她真正爱上了一个男人 她也不会去弥补曾经所犯下的错误 因为像这样的女人 她们已经习以为常 从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情 有多么见不得人 当一个女人体内的实性激素变得愈发强烈的时候 她们就会主动去酒吧 并且当她们来到这种灯红酒绿的场所当中 你会发现她们就会把自己释放出来 并且见到男人就会主动扑上去 所以男人们 如果你身边有出现这种类型的女人 切记不要和她发生关系 因为她是见一个男人就扑上去 她的身子非常脏 有可能还会传染病毒给你 所以像这样的女人 即使她倒贴给男人 男人也不会对她付出真心 也是把她骗上床 解决完事情之后 就会拍拍屁股走人 以上就是一个女人 想要让男人泡自己 所拥有的几大信号 同时小编也劝过那些结过婚的男人们 当你选择那个女人成为你的妻子时 你就一定要做到一个男人应尽的义务 千万不能被外面的这些女人鬼没心窍 因为很多的婚姻 都是被这样的女人给毁掉的 一定要懂得珍惜